在佛陀的教法里面 有不同不同的传法 这是为什么 他要给我们加强 我们自己的心的力量 因为你的心 一个人的心 如果没有力量 就很容易 很容易什么 很容易苦 很容易不开心 对吗 有什么事情 会让你们不开心的 小朋友你讲讲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 让你不开心 老师给的功课 不会做 有没有 有谁有没有不开心 有没有看到人家不开心 好你们很开心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些时候 有没有周围的人不开心 有没有 一定有的 对吧 一个人的心很容易不开心 是什么 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没有力 心没有力的人 没有足够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什么 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他就不开心 如果没有定力 他就不开心 如果心没有醒觉 心没有醒觉 模模糊糊 那种也不开心 很容易不开心 还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容易不开心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受过训练 我们就很容易不快乐 那我们如果不希望 我们常常不快乐的话 那我们就训练我们的心 训练到我们的心 有力量 有什么力量 有法的力量 法的力量 一个人的心 如果是没有法的力量 就很不开心 一下子就生气 一下子就懵懂 一下子就妒忌 一下子就很吝啬 一下子就模模糊糊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这种就不好 那佛陀的法呢 是教我们训练我们的心 在这个佛陀的法句经里面 第一句 万能不邦格玛达玛 佛陀说的 万能不邦格玛达玛 心是一切的主导 这一切是什么 其实我们生命的遭遇 很多很多事情 都是心在带头 如果你的心想好的 你的心想好的 那么呢 你的心就会一直做好的 一来一好 如果你的心想不好的 那就不好 好 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是笨蛋 是吗 你是不是笨蛋 好 如果是 如果有人骂你笨蛋 你会不会不开心 会吗 会不会生气他 可能一点点 一点点生气他 如果有人骂你笨蛋 你很丑 很笨 你会喜欢他吗 不会对吧 你会不会生气他 好 一般上呢 大多数人 连人骂的时候呢 都不开心的 对吧 可能笨蛋 你们觉得 没有什么要紧 有什么东西 你们被骂的时候 人家会讲 你很丑 人家讲你很丑 你会不会不高兴 如果人家讲 你很丑 会不会不高兴 不会 哇 很好 哇 你会功夫很高 或者是人家讲 哎 你的身体很臭 会不会不开心 你们都觉得很好笑 总之就是说 如果有什么东西 人家骂呢 如果他的心 没有受过训练 他会很生气的 如果他的心 没有受过训练 他们会很生气的 如果你骂他 他不生气 他可能还不生气 如果你骂他 爸爸妈妈 他就很生气了 对吧 人家骂你爸爸妈妈 你会生气吗 可能他就生气了 骂我不生气 他觉得我不要紧 骂你爸爸妈妈 你就生气了 其实骂你 跟骂你爸爸妈妈 是一样的 很多人 他们如果要惹你生气 他要伤害你 他就要惹你生气 比如说 如果是骂 有些人可能笨蛋 不会介意 但是如果人家骂 没有教养 没有教养 哇 你就很生气了 谁讲我没有教养 对吧 对吧 其实呢 如果我们有训练 我们的心有训练 没有教养 如果你听得懂 你就 你会生气 如果我骂你 没有教养 或者是 你爸爸没有教养 对吧 你就会很生气 对不对 好 如果你再听一下 如果师父讲 爸爸妈妈妈妈妈 你生气吗 你听不懂 因为你听不懂 你就不生气了 对不对 对吧 其实我只是做一个例子 这是什么话 是马来话 我们马来西亚 还有一种叫做马来民族 我们的国家要学的 全部人要学马来话 现在用师父 用马来话讲你了 你也不知道 师父是称赞 还是骂你 对吧 这样你就不生气了 好 师父要你们明白 一个新的训练 因为你听不懂 你就不生气 因为你听得懂 你就生气 对吧 如果我说 你爸爸没有教养 你是不是很生气 你骂我爸爸 我生气 对吧 但是如果我讲 爸爸阿华 姑让阿家 你又听不懂 你就不生气了 对吧 好 你要明白一个原理 其实是我们的心 那句话 没有教养 四个字 没 你会生气吗 没 有 那个没没有了 有生气 你有生气吗 叫 你会生气吗 叫 你听到一个叫 会生气吗 不会对吧 养 养会生气吗 养可能还觉得 会养 是不是 会为我身体养 对吧 所以 可是你把它连成一起 没有叫养 哇 你就生气了 或者是你 你没有生气 你爸爸 没有叫养 哇 七个字 你就很生气了 是因为我们 抓住那个字 去解释 那么呢 我们修禅 修心的人 修养的人 就是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的心 能够 不要去 给这些 话 刺激到 一个例子而已 这只是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明白 我们又在乎他 很执着他 所以我们才会生气 这个就是苦的原因了 苦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抓住他 如果我不抓住他 那句话 没生气 叫没有 还没有生气 对吧 当你听到有的时候 没 你有没有听到 已经过去了 对吧 声音是一个一个生气的 对不对 没有 叫养 对不对 他是一起 你去连贯 没有教养 你就很生气 其实没生气的时候 有还没有生气 有生气的时候 没消失 所以 这个是心的训练 我们如果能够训练 我们的心 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 被 刺激到 就不会被刺激到 这是一个方法 一个原因 我们因为明白 我们就不会苦 生气是很苦的嘛 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佛陀讲 有一个人来问佛陀 佛陀 一个女的 他问佛陀 佛陀 为什么世界上 有些女人 有些人会很美 为什么有些人很丑 你知道佛陀讲什么吗 佛陀讲 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他就会很丑 因为生气 就是我们丑陋的因素 如果一个人很有爱心 没有生气 不容易生气的人 很有爱心 他就 他未来就会美 长得美 长得好看 你喜欢 喜欢美吗 喜欢长得美吗 头笑了 喜欢了 每个人都喜欢 不喜欢 谁喜欢长得丑的 举手 我喜欢做全世界最丑的人 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人要长得丑丑 对不对 那就不要这样多生气 然后他又问 为什么有些人长命 有些人短命 有些人很多病痛 有些人很健康 你知道佛陀讲什么 佛陀讲 那些杀身的人 杀身知道吗 杀身 杀身的人 他就会短命 也很多病痛 折磨众生 伤害众生 这些人伤害人家 这些人很多病痛 如果你放生 护身 爱护生命 你会长寿 会健康 还有很多了 这个是什么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们明白吗 他有原理的 就像这个苹果 他为什么会掉下来 我们要明白他的原理 因为牛顿 他明白了苹果 掉下来的原理 他发现了地心引力 他领悟了很多科学的规则 以后很多人学科学 都要研究牛顿的定律 好 一样 我们要明白这个原理 为什么杀身 我们就会病痛短命 为什么生气 我们就会丑 为什么 你们生气的时候 有没有看镜子 以后你们很生气的时候 你们试试看 拿镜子看一下 生气的人 美不美 好看不好看 对啊 所以你常常生气 你常常就慢慢 越来越不好看 然后常常生气的人 也会长得很不好看 这什么原因 这什么原因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打坐 要明白 要证明的一个 自然界的规则 就像牛顿 他就证明这个低心引力 有低心引力 佛陀也证明了 有另一个比低心引力 还要重要的自然界的规则 叫做因果 因果知道吗 原因和结果 就像这个苹果怎么来的 有人去撒种子种 对吧 种成一棵树 浇水 撕黑 然后种成一棵树 然后再结这个果 那什么是因 来讲讲看 什么是因 它的苹果的因是什么 那个种子 对吧 人家种下那个种子 还有其他的 那些都是原 小的因素 就是因原 那因为有因 才有果嘛 对不对 这很重要 那因果 然后你做善 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因果 佛都领悟到这个道理 很多人不知道 不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他们 只是看眼前 其实有三世因果 过去 现在 未来 还有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知道吗 过去是有没有听过 过去是 前世 听过吗 就是你还没投生 这个世界以前 你有另一个生命 人死了过后 又有另一个生命 那因因果果是有 如果我们过去造了恶 我们现在会受苦的 现在造了恶 未来要受苦 如果过去做了好事 现在就好 比较富裕 不会贫穷了 现在你做了很多布施 你就会 它的布施的因成熟的时候 它就会结成好的果 布施是富裕的因 你不要贫穷 就不要去偷盗 偷盗的人会贫穷 偷人家的东西 抢人家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 它好像好 但是以后它要贫穷 如果你做布施 好东西给人 分享 那么你种下了 是以后有财富的 那个因 这是很重要 因果 好 因果怎样来 这是可以证明的 佛陀教了我们 一个方法 去证明 有没有轮回 有没有因果 你们相信轮回吗 相信吗 轮回 生老 然后死了又投身 然后死了又投身 相信吗 现在你是相信 你想不想知道 相信你只是相信 因为师父讲你相信 对吧 你相信天上有太阳吗 这个不用相信对吧 你需要相信吗 不需要相信对吗 因为你知道了嘛 你每天就看到太阳升起 对不对 这个你不需要相信 这个你知道 那佛陀教我们一个方法 去知道 自然界的规则 因果的规则 这个是通过修禅 我们如果好好的修禅 修什么禅 两种 一种是止禅 停止的止 一种是观禅 观察的观 修止禅 让我们的心有力量 培养出定力 有很多种止禅 每一种止禅 都可以入门 有很多种方法入门 所以通常师父教你们 安班念 巴黎文叫 安拉巴拿撒迪 如果你很辛苦 修不了 那我们就教你 慈心观 慈心观修不了 悲心观 有很多种方法 都可以入门 这个是止禅 那止禅 有四十种 耶稣 最高的 四十种里面 最难的 最高的是 飞翔飞翔 你可以修到非常非常定 这些禅定的力量 怎样让我们能够证明 有因果 有轮回 怎样证明 为什么 它定力能够开发智慧 因为我们修这个定力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光明 心会有这个光明 越来越亮 它会光明 那这个光 就能够照到 普通你眼睛 看不到的东西 当然有很多个层次 开始是一点点 先照自己 照外面比较难 照自己 然后我们了解 自己的生命 是什么样一回事 自己的身体跟心 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看 然后从这边 就可以看过去 原来我有过去事 原来因为这样 我现在的命运是如此 因为我这一次 我富裕 我有很有钱 很有钱 因为我过去做了什么好事 什么好事 这个是因果 这个是通过我们修定 定到一个时候 你的心能够出光明 这个光明 我们叫做智慧之光 当你开发了这个智慧之光 你就可以用这个智慧之光来照 不然你不会知道 不然你只能相信 师父讲有轮回 我相信有轮回 师父讲有因果 我相信有因果 但是相信不是最好的 知道比较好 就像一个盲眼的人 天上有太阳 但是他只能相信 他只能相信 因为他看不到 看到比相信 是不是比较好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修行 通过修佛陀的修禅法 我们能够知道有轮回 有因果 那就简单了 那就很清楚了 那我们就知道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快乐 我就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 因为我知道 什么因什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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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搞错 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 那今天这个人讲 明天那个人讲 今天你听到的是 人家告诉你 佛陀的证件 正确的 你就相信 你相信的也就是对的 万一有人要讲不好的 错的 你也不知道你相信的 可靠不可靠 但是如果你通过修行 修禅 你自己亲自 确定 哎哟 这个不用相信了 你知道 那么呢 你就像一个科学家 他不是迷信 他是知道 那我们要知道 那么这个因果 怎么来 当你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你给人家布施 你布施 布施 苹果 布施 做了过后 这个是可以观察的 如果有修行的人 他可以观察那个心 那个心的过程 心是可以看的 心 他写的是善心 因为给人家东西 对人家好 那个心是善心 善良的心 那么善良的心 它有什么成分 比如说 这个布施 如果你很欢喜的 布施 一样东西 通常我们心里面 有34种明法 一种心的特征 我们的心的 心跟心的状态 它有34种明法 就像水跟水的状态 那么你可以看到 哦 这个状态 他一生 心是一直在生灭 他一生灭 一生一灭 他留下了一种能量 一种本质 这个本质是什么 业力 听过业力吗 业力就是这样子 你的心 一生一灭 一起来 你起一个好的念头 他就生起了 一过去了 他留下了一种状态 一种潜质 这个我们叫业力 巴黎文叫做卡玛 巴黎文是佛陀的语言 卡玛 然后你说好的话 你祝福人家 如果你念出来 愿你平安 愿你快乐 愿你今天 顺利 愿你成功 你说好的话 那你就看那个心 这个心 也是一个过程 它是好的心 它过了过后 心是一直在生又灭 生又灭 生又灭 灭了过后 心的心又生起 但是心里面 也留下一个潜质 这个潜质 也叫做业力 还有念头 愿一绝众生 平安 快乐 当你在心里 在念在祝福的时候 它也是 心也是生起 心的过程 这过程也是 一生一灭 一生一灭过后 在心里面 也留下一个印 这种潜质 这种状态 也叫做业力 所以身 口意 我们身体所做的 口所讲的 心所想的 都会在我们心里 留下一个状态 一种潜质 或者一种力量 你可以这么说 这个叫做业力 好吗 这个业力呢 它会成熟的 它就像种子一样 你种下这种种子 它会成熟的 它会成熟 如果是不好的业力 它成熟 带来的结果 是苦的 很难受的 如果好的业力 它带来的结果 是好的 看你要什么 你种的是 辣椒的种子 种下去 它就是辣的 你种的是苦的 苦瓜的种子 种下去 它就是 长出来的是苦 苦瓜 你种下去 是甜的 苹果 好的东西 甘蔗 它长出来的 它就是甜的 所以 什么因 带来什么果 所以 如果我们希望 自己的生活 要什么 你要知道因果 以后你的生命里面 你要什么 你就会得到 好 五样东西 你们要做 记得 如果你不希望 不好的东西 发生在你的生活里面 要好的 第一 不要杀生 伤害众生 伤害众生 伤害人 畜生都不要 要爱护 要放他 要爱护他 不要偷 人家没有给你的东西 不要拿 不只是不要偷 我们要布施 布施 不要邪淫 邪淫就是 除了自己的丈夫 或者是妻子以外 其他的人 不要去碰 不要有那种男女关系 就不要有邪淫 不要撒谎 不妄语 不要撒谎 因为撒谎的人 很难看到真理的 因为心扭曲 心那个心 这个是更深一层的用意 那么表层的呢 就是基本上 撒谎的人 很难让人家信任 人家很难相信你 要讲真实的话 然后呢 不要饮酒 麻醉自己的心 你有没有看过 人家喝酒喝醉的 有没有看过 喝醉的人 清醒吗 不清醒 对吧 有时会伤害自己 乱乱打人 乱乱骂人 对吧 平时他不会乱来的 他只喝醉了 他就乱来 那么不要喝酒 如果你希望未来 不要笨笨的话 不要喝酒 喝酒的人 他会疯狂 心没有理 笨笨 这个很危险 人一笨笨 这是最可怕的 不杀神 不投道 不嫌疑 不妄语 不饮酒 这个五样东西 就是五戒 佛多讲的五戒 每个人要守 知道吗 所以希望 今天你们在这里 做了一些善行 祝福一些众生 平安快乐 这是多美的心 我们希望别人好 是不是 我们自己希望好 我们也希望别人好 不是自私的心 人不可以自私 我们自己好 得到好东西 我们要跟人家分享 我们希望别人好 当然不要只是希望 我们真的有一天 应该用语言去鼓励人家 帮人消除人家的恐惧等等 这是爱语 语言 也要讲话 也要讲好的话 那不只是如此 我们真的有一天 需要行动 看到人家辛苦 人家需要帮忙 我们的行动 要去帮忙他们 我们真的要去帮忙 这是有因果的 你对这个世界 有善良的心 对待这个世界 你会得到好心 会有好报 会有 会有 这是真实的 它不一定是马上结果 你中一样东西 也不是马上结果 对吧 但是它不一定马上结果 但是会结果 为什么 因为有因果 所以还记得这一点 所以我们来这里学佛陀 就是向佛陀学习 希望像佛陀一样 能够开悟 能够有智慧 能够知道 有生命的真相 然后呢 我们自己能够像佛陀一样快乐 佛陀说 佛陀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开悟了 他觉悟了 他证悟了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做快乐的人 不要哭 我们也要 要发这个愿 因为我们未来 也能够证悟 也能够快乐 好 好